早安,欢迎收听的收看孩子聆听 今天我们来到《撒末尔记》上第24章 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主题经文 在《撒末尔记》上第24章第4节 跟随的人对大卫说 耶和华城应许你说 我要将你的仇敌叫在你手里 你可以任意带他 如今时候到了 大卫就起来 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意境 我们今天要一起探讨的主题是决定 决定是什么呢 决定是我们经过思考后所做的选择 它包含了所要承担的责任与后果 现在大卫就必须做一个这样的决定 大卫和跟随他的600人 隐藏在影基底的旷野 那里有水泉 还有很多的天然山洞可以躲藏 跟随大卫的人都怂恿 大卫起来杀死那落单的扫罗王 他说这是神的旨意啊 大卫这是神把敌人叫在你手中 这是永远脱离这种逃难生活的大好机会 只要扫罗一死我们就安全了 我们不需要东逃西窜了 大卫又是怎么决定的呢 在撒姆尔记上第24章第6到第7节 大卫是这样对跟随他的人说的 他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告者 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 因他是耶和华的受告者 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 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 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 是的 大卫决定放过扫罗 并且拦住跟随他的人杀害扫罗 大卫还决定把报仇申冤的事交在神的手中 试想想 大卫只是割下扫罗的意境 心中就立刻觉得自责 如果他真的把扫罗杀了 他就会背起杀人犯的罪名过一辈子 而且心里面还会很内疚 小朋友 做对的决定为什么是这么重要呢 比如你想在考试中得到好的成绩 你可以选择在考试前努力问西功课 或者是在考试的时候偷看别人的答案 在你决定你的选择之前 你一定会事先考虑到 我应该跟谁一起问西功课呢 一天应该花多少的时间来问西功课呢 好让那个果效达到最好呢 如果是为了成绩而偷看 万一被发现了会有怎么样的结果呢 会被取消考试资格而延迟毕业吗 以后会留下污名吗 如果你在学校被欺负或霸凌 你觉得自己就像大卫被扫罗王欺负一样 你会怎么做决定呢 你会决定选择面对他们向老师高发霸凌你的同学 还是你决定选择找一帮人来为你报仇 以牙还牙呢 圣经告诉我们 大卫是赫神信义的人 让我们学习大卫在这件事上的处理方式 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